当地时间22号 世界气象组织召开媒体发布会 该组织的气候专家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 近几十年来 热浪 强降水等极端天气 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有所增加 人们高度相信 温室气体排放 引起的人为气候变化 是主要驱动因素 如今极端天气频频来袭 已经成为常态 这并不令人意外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 纳里斯表示 近日 欧洲多国遭遇极端天气 相继发布了高温 暴雨等 气象灾害预警 预计未来几天 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 将超过37摄氏度 法国德隆地区的最高温度 将达到40至42摄氏度 意大利 克罗地亚 葡萄牙的部分地区 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 该组织正在加紧努力 加强对热浪的早期预警 并实施综合行动计划 明日来 热浪袭击欧洲多国 22号 法国南部城市里昂 最高气温达42摄氏度 西班牙出现38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意大利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 美联社称 今年可能成为 自19世纪中期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越来越多的欧洲民众 切身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我记得,当我年轻人 我旅行的父亲 我认为了连轻人 我认为了连轻人 我由每个月下温度更加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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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时,小时,我令我们开始几个温度值, 但现在我们到48 老ior看着重新墙溝测时间的温度, 我感觉到有所在的温度温度, 我感觉到会温度温度, 是要是苍度的温度可压